尖血车上满满都是尖血民众 包括台北市议员李明贤都晚袖尖热血 由于全台血液库存量告急 李明贤4月6号在内湖科技园区发起尖血活动 特别是这一次送的小礼物是鸡蛋 民众只要尖250cc血就送一盒 希望用目前能贵上上面的鸡蛋 号召更多人加入尖血行列 其实我看到媒体新闻报导开始又在雪荒 特别包括A型几个比较特殊的雪行开始 台北市捐血中心又发布了雪荒的一个消息 那我们雪库的存量不到4天 所以确实比较紧急 所以致电了捐血中心之后 然后他们也鼓励说办了这个雪车 捐血车的一个活动 所以特别在内科这里 因为年轻人比较多希望办捐血活动 然后疏解雪荒 第二个因为最近蛋的鸡蛋虽然稍微比较舒缓一点 比较好买 可是确实因为前阵子还是蛋的问题 还是大家比较买不到 所以我也找了很多友人来赞助 我们共襄盛举 找了大概100多盒的鸡蛋 所以今天只要捐血250cc就送一盒鸡蛋 捐500cc就送两盒鸡蛋 透过大家捐血做公益 然后也透过鸡蛋的鼓励之下 希望今天可以至少募集50代 如果比较好的目标 希望可以达到100代的一个目标 可以疏解我们社会捐血中心的雪荒 然后也达到大家捐血做公益 果然鸡蛋的魅力无法打 这项捐血送鸡蛋活动获得民众热烈响应 一上午就有超过60位民众完成捐血 有民众坦承是为了鸡蛋才来捐血 也有民众说平时就有捐血的习惯 现在做公益又可以拿到目前最抢手的鸡蛋 更有意义 是有这个吸引力 就是因为现在蛋不好买又怪 所以他有送的话我就刚好来捐一下 我想会吧 这个活动非常的好 那捐血本来就是旧人 那李议员他这一次又刚好现在是缺蛋时机 那所以我想这个都有加分的效果 现在蛋不好买 因为就是说买得到 但是你买得到的价格会比之前贵好几倍 所以现在活动 还蛮有意义的 就是还符合现在缺蛋的档花的状况 对于近期党内因为立委初选产生不少风波 李明贤也呼吁同志理性竞争 更建议可以多做公益来争取民众支持 大家需要多讲一些政策 不需要太多政治口水 那如果我们有时间之余 也鼓励这些我们要参选的可以出来捐一下热血 带头做公益 我觉得社会多需要一些和谐的声音 那吵闹的声音其实不是大家想听到的 初选归初选 初选可以很热闹 那初选也可以很和谐 由于尖血数量超乎预期 李明贤服务处方面也紧急追加鸡蛋数量到200核 希望顺利募集到100袋血 血助速解血荒也让尖血民众享受免费又营养的本土鸡蛋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